心脏有个动 但我那个固执地认为 我心脏那个动 是我年轻的时候 一次失恋的痛苦 真的 我告诉你精神的痛苦 会导致心脏的损伤 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呢 就是 我就有 小半年的时间 我是生理的 我感到心脏很疼 就刺痛 到底有多伤心可以讲 我就发现 我被我自己吓到了 我发现我不能轻易搞这个东西 就是我是个情感实际很强烈的人 我就记得痛 就是真的生理上的痛 然后后来 你看 都不知道 十几年之后了吧 那么你看我去检查的时候 他就说你心脏那有一个 我知道你说 就是那个瓣膜 有一个口开了 他从这个房间雪 蹦到这的时候 你总看到他回来一点 对 但是他说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我就认为 我一生中只有那半年 就真的是心脏疼 我就想 都是那回闹的 都是害的 对 真是痛透了心 伤透了心 对 心变成了太湖石 多了一个洞 你有后悔你谈过的恋爱吗 不后悔 你有想说搞什么 我瞎了吗 怎么跟这种人在一起之类吗 怎么说呢 功过相抵啊 功过相抵 就是好一半坏一半嘛 假如上帝说 再来一会儿 你有选择 要不要经历 我觉得还是可以经历的嘛 因为你前半段的那个好啊 你要不经历你就没有了 当然浪费了大量的时间经历 这个是确实是 其实是觉得浪费的是那个时间经历 我觉得我不擅长找人 我觉得我也是 但是要让我再经历一遍嘛 我不想 我这个后悔在这里 还想遇见这个人们不想 而且觉得自己就不会看人 不擅长看人 对 就所以现在不敢弄 不敢弄这个事弄不了 他不如好好工作 领导好相处一点 我觉得 领导好相处一点 你把事做漂亮了 哎 你的观影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 下一次找会好很多 都是从错误中学习成长 对真的 会得到的快乐会多一些 但是无谓的那些浪费 会少一些 而且很多时候 也是你自己玩坏了 你掌握不住 但是下次你会掌握得好一点 我觉得恋爱都是一次 每一次的学习 其实所以上帝就是这样设定的 当你都明白的时候 当你会爱的时候 你老了 但是当你年轻的时候 你就是个遭剪 你就是遭剪一切好的东西 对吧 但是当你真正懂得的时候 你老了 就也很难遇到 我觉得过了某一个时候 就觉得谈恋爱很难 就找到一个你想谈恋爱的人 是难的 我是觉得现在 跨越我们之间的距离 太累 特别难 我不知道怎么跨越这个距离 年轻的时候是你喜欢他 你就去行动了 对 但是我现在是 我喜欢他 害怕去行动 对 但我不知道 我忘记了 我忘记了该做什么 就我总在想 这要跨越 怎么 我们怎么能变得熟悉起来 就像我有一段时间单身了很久 然后突然开始有男生约我出约会 说我还就打电话回他 我就说我已经离开婚恋市场很久 我有点忘了要干嘛 我在想当我们遇到一个人 如果还要思考怎么做 才能发生 就是让关系进展 那应该是这个人可能不合适 很多东西它应该自然而然的发生 当你这个过程觉得是拧吧 为什么还不到那一步 或者为什么还不能往下进行这个关系 其实不是很合适的 你不是 你说的对啊 但是你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你年轻的时候会人为 不很多人为吗 喜欢他就去追求嘛 对吧 但是你现在会觉得你想自然而然最好 但是这个自然而然就缺一份天意 于是你就等到花儿也卸了 我觉得还是要 可以有所小行动 不需要大动作 现在再遇到一个你觉得适合的人 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 就是你还是能够遇到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 我觉得就是你可以花一个时间去多认识他 还是值得 可能你吃了一个餐饭 你都会发现其实也还好 那就这样 我们就停在现在就可以 我觉得还是要有某一步的勇敢向前 还是要给对方机会认识你 我就说的 我们家从小因为没有姐妹 就是我老觉得我中期一生啊 就对这个女性有一种 其实我是糊涂 我摸不清 我闹不清楚你们心里怎么想的 咱们要是交朋友 但我们也闹不清 你听我说 对啊 我们也闹不清 咱们也在想什么 根本不懂 就是我要说 咱们要是交朋友 我反而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咱们要是工作 我也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 但是咱们要是 就是说 我要追求你 这个时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也怕这个什么呢 给人撅回去啊 或者 怕被拒绝 怕尴尬吧 万一人家不喜欢你呢 假如你遇到一个人他也这样 然后你自己 那你这俩人怎么办啊 错过了不更可惜 那是不是就是遗憾也很美啊 我不懂了 没有 因为你过了一段时间 你也忘了这件事 你就过了嘛 这个过掉 我觉得 我觉得悸动还是要保持的 这个悸动太难了 你要遇到一个让你心动的人 你就 就还是勇敢一点嘛 你难道不害怕被拒绝吗 拒绝就拒绝啊 那你不会伤心吗 就你不知道这个结果的时候 你可能还不会伤心 你还每天在幻想当中 那你被拒绝了 不会伤心吗 这个伤心很短 因为你没有真的投入的一段 你还不是真的去付出一个时间的感情 你懂吗 这个伤心只是没有得到 而不是受伤 你想要买一个东西 你没有买到的伤心 而不是你拥有了这个东西 然后他不见了的伤心 我觉得还是有点差 程度上是有差 那其实就不用开口 女人看看他就能知道了 对吧 也不用拒绝 就是如果你今天有个男生喜欢你 但是你不喜欢他 你自己会保持距离 对对对 像我就非常的 就把整个碰不得 挖一条护城河的那种 对 就女的那么一下 我觉得男的就会有回应 那他要对你没兴趣呢 回应的可能不是很热 你知道这个女生喜欢你 但你没有特别喜欢他 你会让他持续的关心你 还是不会 我会让他一点也不觉得 难堪的明白 我总觉得一个女孩 他要是不是喜欢我 看我一眼我就知道了 打闪光 我觉得像我这眼睛 你永远打死你也看不出来 但是你看你的眼睛那么大个儿 你看看 真的 他有一种 我倒是眼睛藏不了画的那种 但是如果女生对你太主动 你是不是也不大喜欢 这个吧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恋爱很难 很难 就是主动被动之间呢 确实是 其实男女也一样 就是我追你的那个人 人性当中有一个什么东西吧 容易的就觉得不太贵 嗯 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普遍的 我跟你讲啊 魏杰 为什么说爱情至上 为什么说爱情那么不靠谱 但我还是说爱情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东西 就是因为啊 这个爱情啊 能够冲破这一切 爱面子不爱面子啊 珍惜啊不珍惜 如果你还受着这些个人性的摆布 就不是真 我觉得不是我说的爱情 嗯 然后呢 你 他主动上 他主动追求你的 你呢 又容易觉得 可能是不是还有更好的那个感觉 对 人家可以做一望二啊 这个是有把握的 嗯 你看他觉得没把握 他在注意力才在这啊 就是人性就有这个讨厌 可是我觉得如果还在这个层面上 就还不是我说的爱情 当然我这个定义可能非常狭窄了啊 所以我觉得爱情为什么特别我觉得 虽然我老得不着对吧 但是我觉得太太牛逼了 你知道吗 太好了 就是说这东西真是 就是说上帝稳了你的额头 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你见到这个女的 什么都没有了 你明白吗 你应该把徐老儿敲起来 听听徐老儿的恋爱过 只能 只能 我跟你说 只能是怀旧了 就是我死也 我死也明目了 就是我至少我知道过 爱情的滋味 就是说不是什么打猎了 谁追谁 我给他送个礼物 他哪天生日 我这弄弄弄弄弄 哎呦 投其所好 打下个套 完全不是这些 或者说互相试探 我在他心里占几分 你在我心里占几分 而是就是说 打从第一次见面呢 就是有一种东西笼罩了你 你一下子就有点像喝大了 上头了 也就是说 一切顾虑不在话下 我说这就正心诚意了 没有什么主动和被动了 你藏不住的 你不由得的对他说话 就轻声轻气的 就温柔起来了 然后更妙的是呢 他对你也一样 两个人是同时的这个接近 不是有障碍 障碍甚至很非常大的障碍 但是呢 你从他的眼睛里 你就知道 他也在抵抗他心里 想要接近你的那个冲动 两个人就是那么样接近的 你知道吗 就是说两个人 有某种程度上是知心呢 就是我都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在抵抗 他在抵抗他心里的这个障碍 但是他那个眼底啊 就是掩不住的那个小火苗 而你知道这个障碍终将冲破 但是两个人甚至就不会说 其实就是揣着名字装糊涂 但是呢 你心里就知道 就是你比如说 他说就是说 就是很小的时候啊 他说我就 我就看着那个月亮 他说我就在想啊 就是说 不知道在多远的 不知道在多远的地方 我未来的那个男朋友 他现在也在看着那个月亮 而我们俩有一天 就总会见面 我说哎呀好我也是 我从小我就这么想 我每次 对我就在想那个人 他也看着那个月亮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你们俩说的那个话呀 他有默契的那种感觉 对我现在不知道是不是你主 就是这个人 嗯 是因为在那种催眠的状态下 你会有选择 就是说把我们的一切都想成 一拍即合 科学的讲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真的觉得那个时候 为什么就那么自然 为什么不再考虑 他会拒绝我 但那也不是第一眼就知道这种事情 那也是经过一点时间 就是相处之后 你才会发现 当然是认识了 对嘛一定要认识 但是你做了些什么事情 对方给了一点点回应 但又没有很明显 然后你会再去试探一下 然后就彼此的一点一点的试探 就是但又不确定 就就 不是 是一认识 一见如故 人有那种直觉 对 一认识你就知道 我心里有个眼睛 在看着他 然后你也知道 他心里有个眼睛 在看着我 但是都没表示出来 装的都跟什么似的 你说大家在这拧巴啥呢 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不能简单一点 我告诉你 那你都不要 那你也告诉我 所以你是真的 行就处啊 因为毕竟人有一个社交的障碍 对啊 你不能一开始 你由陌生到熟悉的一个过程 而且刚开始也会有点怕 对对对 就是我自己把我想错了 对对对 也有可能 而且当然你会怀疑 这是不是 对吧 你会觉得这是真的吗 对吧 难道这种事 会降临到我身上吗 你牛魂 所以你需要确认 我跟你说 这样的过程是爱心 太开心了 非常美好 哎呀 这个过程是最开心的 闹心 因为你不是算计他 对对对 而且换句话说 你哪来的那么一种信心呢 你觉得他也不可能蒙 他也不是骗你 然后呢 就真的是 就是得到他的一个信息 你都这个 就激动半天 哎呦 就生活在一种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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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氛围里 所以我说 我体验过爱情 可能是因为你有这个记忆 所以你总盼着 能不能自然而然呢 就像上帝让两个人 一步步的靠近 接近呢 就像那个香港有一个广告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电无线电视什么 经常放 说两个那个少男少女 一个那个饮料 一个饮料 然后那个一个一个男的 一个女的走在两个弄堂 然后一跑 哎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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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碰见了 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头脑 可能想得太美好了 但是现实生活 你又觉得直尺万里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跨越这个中间的距离 对吧 就这里面 会不会有危险 那就其实是理智在控制自己啊 那可能控制到最后也许就不了了之了 所以就很难谈恋爱啊 也许你要等待有一天 这个上帝亲吻你的额头 你一下子会变成 所有的这些理性 被一种洪流冲破了 冲破了 其实呢 人是自由的 人是快乐的 如果你心里真的一个人 让你有了那样的不顾一切的那个洪流 被他拒绝 也不是伤害了 所以就结婚还没遇到 就是 那我们生活当中 大多数你还是要考虑成本的嘛 考虑风险嘛 考虑代价的嘛 对吧 等等 那这样的话 你就觉得人跟人之间的鸿沟啊 世界上只有爱情这件东西 能够让 跨越 能够让两个语言不通的人谈恋爱 你想 咱们讲什么 两个人要互相了解啊 什么共同的生活习惯呢 我跟你说 那玩意儿都不是我所说的 爱起来的时候都不会的 爱起来跟我们不听 爱情来的时候 真是让两个千万里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事 太牛了 你知道吗 就是 我就是个爱情至上 但是你要一至上了吧 你就没 你就很难有 因为 因为你要 你觉得那种心心相印呢 那是最好的 所以那个林和 那个心理学家 他说 最好的爱情是单相思 永远不会结束 他哪怕他不爱你 但是有一个人 让你到了 叫做什么 为爱痴狂 对吧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想我这样为爱痴狂 还有什么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想我这样为爱痴狂 我觉得刘若英这歌 唱到这个 想我这样为爱痴狂 实际有点像交响乐 很伟大 人呐这辈子我跟你说 一定有这个时刻 死了也值 真的 我们活的有时候不是为长度 我们得有这样的高光时刻 对吧 有的人可能是得诺贝尔奖 那也行 那也是高峰体验 他嗨那口 真的 但我觉得 我们明天偷藏一瓶酒在哪 他们不拍手 我们坐车 追求 想我这样为爱痴狂 我每次在卡罗K听他们唱这个歌 我都热血澎湃 想打个恋爱是啥的 就是说这个 他的这个 他的力量啊 你有做过最疯狂的是恋爱痴狂吗 你能想过 对啊 就那种 就那种 进头来的时候 你整个是处于一种 发烧的状态 我认为就是 上头 大概就是发烧了 整个那个过程处于一种 一种那个烧葫芦的状态 你会抱着一束花 在他那个门口 等 等到深夜 都不累 等到十二点 然后等到十二点 就为了 把这个花献给他 一句话都不说 扭头就走 好浪漫啊 你 就是 不是 这都不是我呀 这不是我呀 这怎么说 所以是我呢 但是这正是这个 对 我认为这个东西 特别牛就在这了 他能把我这么一人 让我在某一些时间 让我变成一个 你都不认识 你都不知道 你会做这种事情 对 甚至事后想起来 我会害怕我自己 恐惧 谁 我会觉得 那您会 您会告诉对方吗 就是自己 他都抱了花了 就是 就是 酝酿那些情绪的 就是 已经控制不住了 又不行了 自己怎么变成这样了 就这么一个激烈的情感 会告诉对方吗 会表白到那个份上 还是都是心理戏 早晚有一天会的 会抱的 当然就是 最好是单相思 但是我也觉得 当然还是 还是对方也喜欢 比较好一些 就是他也 他也那样 相向而行 而且你得承认 有一点是什么呢 不断的相互确认 你们那个网上 老说一句话是什么 辨认过 辨认过眼神 辨认过眼神 你得不断的互相确认 这个里边有一个 有一个过程 就像那个古人 那个对对联 对暗号 对对联号 你说一句 他对的 哎呀 我就觉得怎么对的那么巧啊 你像那个时候 我跟我大学的时候 女朋友 就是我说 他说他喜欢猫 暑假的时候 我就在我们家弄了个小猫 那个时候就坐那个火车 我就跟你说 三十多个小时 没有座位站着 就是为了 我就猫就在这个包里 然后我就怕把这个猫挤着 你想那么几 站着三十个小时的火车 不是到武汉 二十个小时吧 我拿手撑着 我给这个猫撑着这个距离 撑 我就这么撑着 然后一直弄到学校 弄到学校 然后到晚上 我把那个猫给他 我还记得他抱着这个 他也很喜欢我了嘛 他就说了一个英文 那时候学 刚才大学学英文嘛 他说 You are my sunshine 他说 You are my sunshine 但是那个时候 人真是妙语如珠啊 我马上就说 我说 You are my moon 哈哈哈 我们在校园那个 好肉麻呀 吃了我 哎呀那个 另外一个是什么 哈哈哈 听见了 那这个隔音不太好 你看听了这么多 不是 另外一个是什么 是我的月亮 为什么是木 因为那个月亮照下来 那个小道是坡型的 我站在上端 他站在下端 那么他都看着 把他那个脸照得就像银盆 就像月亮一样白 不是银盆的啊 他不是大脸 就是说 就是说像月亮 就像月亮一样白 就不是你们听着酸 那不是矫情 那就是自然的 呼口而出 我觉得他的脸就好像月亮啊 You are my moon 哎呀我就觉得 那真的 你就是 两个人怎么聊得这么 这么好啊 就是哎呀 然后你喜欢我也喜欢 你喜欢我也喜欢 这个事情是一个骗 也不能叫美丽的骗局 就是等你们不好了的时候啊 那句句都反冲 对 这怎么他喜欢的 我都不喜欢了 我觉得喜欢的时候 对 他喜欢啥 你都觉得 对我也喜欢 然后不对盘的时候 不是 所以不合 就是你会发 就是你会发现 无数个共同点 就是很多也是偶然的 所以为什么我说 像是上帝 吻了你的额头 就确实那个时候 上天会给你们 制造很多机会 巧合 让你们在言语交谈间啊 发现怎么怎么这么多的 相契合 共同点 或者说即便是 互相不契合了 有一句话 对方误会了 生气三天 就不理了 然后哎呀好难过呀 好难过 但是终于忍不住 有一个人先打破僵局了 说我是这个意思 哦原来是这样 我就这么这么 哦 家伙最后 哎呦 这么可爱 在这个时候 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会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忧怨 就莫名其妙会有一些小误会 然后呢 你心里就会怨断它 哎呀我记得我们定情 其实不是谁说了一句我爱你 恰恰是一个误会 就是我是这个意思 我是这个意思 最后我过几天没说话 终于明白什么意思 两个人都忍不住了 两个人都忍不住了 嗯不管 就抱在一起了 其实那就是从此就好了 就没有一个说 我爱你 没有一个正步的过程 我同意 不是 就是哎呀 所以我觉得我体验过 这个是人类活着的一个 大引头 不是 是一个很好的 不是 就是 惨恶 所以应该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是人活着的一个 你要 一个盼头吧 你要从来没有过 我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 吃亏 亏大了 实际上后来 代价 贼大 当然你不能讲代价 我认为我获得的这个 这个经验 是没有钱 没有代价 可以买的 对 是 我也挺惨的 对吧 心脏都破了个洞 破了个洞 对 心都碎了 对 真是 心都透了 但是你 所以说 你问我后悔不后悔 那我觉得 我还是挺好的 我还是挺好的 是吧 有比没有强 对吗 你说你痛苦 痛苦也可以 痛苦也是一个收获 痛苦也是一个学习 但是痛苦我认为痛苦是没必要的 我觉得痛苦确实是不好的 你将来可能就是有些经验了 也许你可以当痛苦来临的时候把你的损失降低一点 我觉得这个是做得到的 但是有可能当你这么做的时候 你的爱情就不好 也没有那么 对 就没那么的 没有那么到顶 所以我觉得真是 他们说酸 我还真信那个问世间情为何物 只叫人生死相许 那您觉得距离是问题吗 就两个人不在一个城市 就是不在一个城市这个基础 以及后续需不需要改变 怎么改变等等 或者是否有好结果 当然空间距离是问题 但是你们要是好了 你们就会设法 现在消除这空间距离也很容易 到一块到一个城市去就好了 现在大家都独立 都有自己的生活 各方面自己的城市 那就放下自己原有的一切 去跟人家 我还真是这种人 我是那种恋爱特认真的 你可以为了另外一半去他那里吗 或者跟他一起离开原有的一切吗 我大部分的大迁移 都是因为搬到另外一个城市 那么面临这个选择的时候 往往爱情就开始破灭了 它经不住任何考验 它是相反 它是非常娇弱的 你拿任何一个考验 去衡量爱情的时候 你的爱情就开始变质了 那这不就是您刚才还说说 在当今社会也不是问题 距离说对了 不是问题就是仅限于一种浪漫的情况 没有犹豫 甚至没有谈判 没有争论 我就提着行李 出现在了你的面前 只有这样才会说是 而且这样以后也会有麻烦 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你为了爱情 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那这事就完了 就是你心里本身就有过这个 像结一样的这种 如果你觉得我是为你牺牲了 这事就完了 那我以后会觉得 或者我当时就会觉得 为什么是我要去为了你 这些我都觉得 这个我全套我都有 我以后会觉得心里会不平常 那现在大家都很理性理智的 就是这个感情和理性 它有时候也没有 所以爱情不要求长久 它就是你有那么一个体验 疯狂的爱上一个人 然后就往往就是这样 真的涉及到现实选择了 对吧 你还是得有一个现实 对吧 你的代价太大了 跳了你的工作 你的什么 你的一切在这个城市 可能不合适了 然后你就开始埋怨 那我为你付出了什么 我的损失 对吧 那就完了 所以为什么就是说 爱情之珍贵就在于它脆弱 我以前我谈恋爱 我都觉得我真的 就很疯狂的一种 所以我是真的会 比如说去别个城市 干嘛 对 以前也会 我现在已经 后来我就觉得 现在不会了 就是我觉得够了 我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 我也知道去跟不去 都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我就只珍惜我们当下 现在当下拥有的 就是拥有了 之后就算 对 但恋爱还是好的 恋爱还是好的 所以就是为什么呢 它是一个礼物 它不是经常有的 它也不是人人能有的 对吧 对 真的 就是你不能 你不能拿爱情当饭吃 那就是人得知足 怎么可能一辈子都那么嗨呢 所以韦杰我今天说你 就内心强大 就是一个人生活能快乐 然后呢 爱情呢 是锦上添花 有了就是叫锦上添花 没有 没有不代表我活着没意义 对吧 我也能充实 活得很充实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现实的 但我还是鼓励大家谈恋爱 我觉得恋爱这个性 还是会带给你很多的快乐 跟很多的幸福感 就是它能跨越千山万水 但是真的是好难啊 好难 就好难跨越 我觉得就是 一股心中的那个浪涛啊 冲着你 跨越一切障碍 这不和难道家长们 对孩子们说的 就是如果结婚什么的 没有什么那么多爱情 意思是婚姻就是 就是两个人开公司 就是一种责任 就这个人 我们就是要 意思就是比较合适 处着舒服 然后说爱情都是一瞬间的 说婚姻不是 谁那么说都没错 但是关键还是看 你自己认可不认可 这个观点和结果肯定认可 但是这个初衷不认可 就是为了这个结果 去寻找这样一个结果的人 对啊 对啊 那你就得按照你自己的认为去做呀 怂就叫从心 你一点不跟从你的心啊 怂就是从心 对你一点不跟着你的心 将来你都会 嗯 你委屈你自己的那些啊 嗯 都不会自己消失的 会后悔 对吧 你的每一点委屈 你 你只要觉得委屈你以后 都会回来找你的 他不会 他会来找你的 小师睡醒了 精神又来了 没睡醒 我们刚刚聊了半天爱情 您错过了 是吧 特想听听您 我就听到台积什么 特想听 听见了 这就关键 关键词有抓到就好 关键词听到了 后来我想我是不是英语不太好 Sunshine是不是应该 我不应该说moon 应该说moonlight 对不对 但我英语不好 我就只会说你是我的月亮 moon也很好了吧 咱惹 是 啊 是 的